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中观经论第十章第一节 第十章是谈二帝 二帝就是世俗帝与圣义帝 帝就是真实 世俗帝就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 圣义帝就是圣者的无漏智慧所体悟的境界 这是究竟的真实 究竟的真实 圣者当然他体悟到我空 法空 能够体正涅槃 这是圣者无漏智慧体悟的境界 这是圣义帝 在讲义二六二页 首先就引了中论的三个祭颂 我们看角注二 这三个祭颂很重要 就是一般的众生 他无法体悟圣人的境界 佛如何引导众生 从弥而转悟呢 如何从凡而入圣呢 主要就是开示二帝 所以诸佛一二帝为众生说法 一个是世俗地 二是第一帝 如果众生不能够分别二帝的差别 不知道二帝之间的关联 那么就对于生佛法不知真实义 再来第十颂 若不依俗地不得第一意 俗地 这里的第十颂的俗地 是指世间共许的言说 如果不依世间的语言 来告诉众生文字般若 令众生来起观照 是无法正得第一意的十项般若的 虽然十项般若是那么的殊胜 那么的高妙 但是这样的十项般若是心形楚灭言语道断 一般的众生他是无法理解的 所以需要以众生所能够了解的文字般若 让他体会起观照 最后才正得十项般若 因此说不依俗地那就不得第一 不得第一就则不得涅槃 那第一就是圣意 在空性来说 圣意与涅槃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从敬行果来谈的话 圣意算是敬 就是我们所观的理静 那敬行果的静 除了有理 例如说空 法性真如实际 这些理外 另外还有事 例如 运触戒等等 这些的事 这是我们所观的静 所以圣意跟涅槃 如果从敬行果来配合的话 圣意算是敬 那涅槃是所证的果 行的话呢 例如三解脱门 空无相五愿解脱门 我们修着这三解脱门而入灭盘 所以这三解脱门又称为三灭盘门 因此二帝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再看讲义二六三页 这里引了十二门论的说法 如果人不知道二帝 那就无法自立 无法立他 无法指他两立 因此对二帝必须要好好的彻底了解一番 这二帝最主要的是凡圣二帝 凡夫是以情为主 圣者是以智为道 所以是有凡圣二帝或名为情智二帝 那我们要依着 的世俗言说体悟而证实相 那这里提到世俗帝与圣意帝 而这个世俗 在月通论诗归纳起来有三者 我们请看讲义二六四页 这个地方很重要 因为世俗在不同的场合 它有不同的意义 这里讲的是比较完整的 月称从词元学的观点 来分析世俗帝的世俗 综合起来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是障 真实性 遮蔽真实的东西 因为凡夫 不了解实相 不了解实相 本来是无我的 这就是世间的缘起 第三个是指世间言说 世俗有这三个意思 在不同的脉络 它是用哪个意义来解释呢 我们现在举例一下 例如讲义二六四页 情治二地这一段 凡夫因为迷情忘直 不误真理 凡夫有情直 这种情直的境界 那是世俗有的 这种世俗本来不称为帝 因为它障必真实 如这里所说 世是迁流意 就是迁流变化 俗则是虚妄不识 依范语 这世俗 就有覆盖遮蔽 障碍真实的意思 就是凡情乱献 虚妄不争 而葬以真相 这是世俗的第一个意思 葬必真实 而第二个 如果是缘起的话 我们看在讲义二六七页 科判二 有空二地 圣者 他不但要通达圣意 而且还要善巧世俗 好 这个地方的世俗就是缘起 就是缘起的现象 就是世俗的缘起假明 这一类的 因为圣者如果他通达世俗 这世俗是障必真实的话 圣者他已经通达了 他怎么还会障必呢 所以圣者通达的世俗 主要是了解世俗的缘起 各种现象 由于圣者的体悟不同 就有浅身的差别 这里就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顿根生文所体悟的 实有真空 前面实有是世俗 后面真空是圣意 第二类是立根的生文跟菩萨 他体悟的二地是幻有真空 他知道世俗是如幻有 圣意是真空 第三类是佛 还有得无生凡以上的大菩萨 他体悟的二地是妙有真空 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 真空 圣者 不论是顿根的生文 立根的生文 还有菩萨佛 在圣意地上都是体悟真空 所以在体悟空的方面 值是一样的 或许量有一些差别 像生文所体悟的是毛孔空 但是大菩萨体悟的是太序空 但基本上值都是真空 圣意空 而在世俗方面 顿根的生文 这里说实有 为什么说实有呢 我们看导师的解释 生文学者艳理心切 不观法法自信空 他主要是误入 无我无我所 但是等到从空出有 起世俗心的时候 于一切境界中 依旧有实在性现前 不过真正体悟的圣文 圣者他是不会固执一切法 非实有不可 不过在他们的世俗心境中 是有自信向现前 跟一般凡夫所见的差不多 只是他不执着实有而已 就从空出有的时候 还有世俗的实在性现前 而立根生文 他因为观空 用力比较深 从圣意空出起 起无漏厚德制 这个厚德制又称为方便制 对于现起的一切法 知道他是无字性的假名 是如幻如画 不过这是圣意空定的余力 等于从圣意空出来的时候 他了解是如幻有 但是当时并不能轻正法性空极 就是说像他见到正空的时候 一切如幻有不现前 等到从圣意空出定的时候 知道如幻有 可是在当时不能轻正法性空极 这就是二帝还没有办法一时并观 他是有见识性的 根本制先正真绝诸细论 后德制在通达俗来沿途守生 有两个阶段 而第三个佛菩萨的妙有真空 这是极俗极真的二帝并观 这是如实至所通达的 不能局限 这是世俗那时圣意 他可以一念顿了必尽空 而当下就是如幻有 而且在见如幻有的时候 也同时知道他是必尽空 就是二帝并观 就是二帝并观 空有五爱 所以这里所说的妙有 跟如来葬系的形而上本体的妙有 本具如来智慧功德的本具功德不一样 这里的妙有不是本具功德 这里的妙有是说他二帝并观 在必尽空的当下就是体悟如幻有 这个地方我们给他 姑且给他一个名称叫妙有 所以这里圣者他通达圣意 而又善巧的世俗 这个世俗就不是遮蔽真实性的那种无名 不是那一种 这个是属于缘起的方面 讲一二六四页 角度八还有第三个世俗的一 那就是世间言说 那这个的用力在哪里呢 就是讲一二六二一 角度二刮虎一的第三行 这个就是中论观世利品的第十个祭宋 若不一俗地不得第一 这些俗地主要就是取第三个解释 第三个世俗的解释 就是世间言说 也就是文字般若 若不一的文字般若 众生无法起观照 更无法得十相 好 这个是第十章第一节 比较重要的地方 好 那最后面我们 因为提到圣者有十有真空的二帝 还有患有真空的二帝 那延续下来在第十章第二节 跟这里有关联 我们讲义就对照着看 好 接着我们看第十章第二节 讲义二六九页 二帝之安立 这一节主要的科判 我分成几大项 第一个是以究竟的中道二帝 容冠实有真空二帝 与患有真空二帝 这里究竟的中道二帝 就是我们 第十章第一节所说的 佛还有大菩萨的 妙有真空二帝 要容冠前面 顿根僧文的十有真空二帝 还有立根僧文 与菩萨的患有真空二帝 就是要以第三个佛 还有大菩萨的二帝 以为究竟 前面两个可以作为前方辨 慢慢深入 好 第二个大科判 在讲义二七零页 就是世俗第 世俗第 这里谈的蛮广的 就是有常态的世俗 也有变态的世俗 有正世俗 也有道世俗 这个我们等一下详细来看 那么第三大类 的大象 是二七七页 明圣义帝 我们刚刚提到世俗 有三类 障必真实 还有互为缘起 另外还有世间缘说 这里提到的圣义 我们先大略看一下 它也有 广义跟狭义的圣义 我们看瓜虎一 狭义的圣义地 是指空性 第二 广义的圣义 他不但知道空 而且知道诸法的如幻因缘生 我们说过圣义是圣者的智慧 所体悟的境界 那我这里请大家想想看 圣者体悟的境界 难道只有空吗 他只有体悟空 其他什么都没了吗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重点了 因为我们一听到圣义 往往都偏重于空了 取到空向这一点 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 只要是圣者的境界 这都是圣义 那既然是圣者的境界 所以他除了知法法本性空极之外 同时也知道诸法的如幻因缘生 所以大家或许可以再回忆一下 导师在中文经论第八章 提到诸法实相的时候 以前我们或许比较会偏重于说 诸法实相是空相 对不对 但是在诸法实相这一章 导师是引了法华经所说的 佛与佛能够就近诸法实相 那是什么呢 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 本末就近 所以对性相因缘果报 甚至都是通达的 这些如幻的都是通达 这个都是诸法实相 所以在圣义上面 我们要通达这样广义的圣义 才是佛的境界 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第十章 第二节二帝的案例 主要就是以佛的体证为目标 从凡夫见次来深入 我们看二六九页讲义 从凡圣二帝为本 渐渐渐渐渐的深入 比较容易领悟 就是先观空 另外再来从空触定的时候 首先不执着他使有 再来观他患有 最后在地境空的同时 就知道如患有 二帝并观 见次见次 开始还不能够二帝并观 先偏重于圣义空的观察 接着体悟到四十五如患有 最后两个二帝并观空有无碍 这是辗转深入 我们容易了解 但是要以第三个究竟的中道二帝 就是第十章第一节所说的佛菩萨的妙有真空二帝 来容观浅浅的二帝 浅浅的二帝 浅浅的二帝 就是指顿根僧文的十有真空二帝 还有立根僧文与菩萨的患有真空二帝 如果只是居逆固守第一种十有真空的二帝 那会怎么样呢 就会执着世俗是自信使有不空 因为他从空出有的时候 看到这些世俗有又好像有自信向现前 跟一般的凡夫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固守这个十有真空二帝 如果这样的话 容易执着世俗自信使有不空 如果决定执着停留在第二种患有真空的二帝的话 那就会有二帝不能容观的流弊 因为立根僧文跟菩萨 他还没有办法二帝同时并观 当他观必进空的时候 如幻有不现前 等到观如幻有的时候 当下又 没有办法体正法法空极 所以不能停留在第一种与第二种的二帝 深文学者虽然不了解究竟无外的二帝 但菩萨成佛则必须物证方可 如果我们要成佛 那必须通达妙有真空 就是二帝并观的这二帝才可以成佛 所以大圣学者都是以见忠道为成佛 这个见忠道就是究竟忠道了 空有二帝并观 佛之所以为佛 不共二圣 差别在哪里呢 因为他是测见空有的荣观 而得起忠道 也即是能见不共生文的二帝 超越身文 能够空有无外二帝 同时并观 波尔经说菩萨做道常时 道常就是菩提常 就是将要成佛了 这时候观十二圆起 如必尽空不可尽 不可尽就是不灭的意思 如虚空不可尽 合起来就是必尽空 不生不灭 如虚空 这也是在形容必尽空 不可尽就是不生不灭 观十二圆起必尽空 必尽空不生不灭 这是菩萨不共中道妙观 就是不共二圣的中道妙观 在角注六瓜胡三 大臣卷八十这里就详细的解释 那边是提到十二圆圆有三类 第一类是凡夫的十二圆圆 凡夫的十二圆圆是什么 是流转门的十二圆圆 有无明 行 事 明色六入 畜受哀屈幼 生 最后老死 这是流转再生死流转的十二圆圆 第二类是二圣人 即未得无生凡菩萨所观的十二圆圆 那是幻灭门 无明灭 则行灭 最后乃至生灭 则老死灭 这是二圣 还有未得无生凡菩萨的十二圆圆 他是从十二圆圆来得到解脱 第三个是得无生凡的菩萨 乃至做道场的菩萨 就是大菩萨的 他的十二圆圆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所说的菩萨不共忠道妙观 那这样的十二圆圆 跟前两个哪里不一样呢 其实就是如新经所说的 无无明亦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这里分成两个 一个无明乃至老死流转门 但是菩萨所观的是无无明 乃至无老死 另外无明尽乃至老死尽 也要无 意思就是说 要通达这十二圆圆是必尽空 是因缘生无自性 就像老 在大尊人的解释 有人执着 你头发摆了牙齿掉了 要弯腰头背就是老 但是有的年纪很大的人 他不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有的少年头发就摆了 牙齿也掉了 所以这个老 他是因缘的 他不是自性的 举这个例子 其他的十二圆圆圆 都是一样 不断是流转门的十二支 圆圆圆是空 远还灭的十二支也是空 这个才是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尽 这样子才是得无生法恩以上的菩萨的 中道妙观 不但要体悟法法必尽空 而且如下面所说的 在必尽空极的当下 还不爱缘其有 这种无生法恩的菩萨 他还要沿土熟生 还要庄严佛土救度终生 那才是不公二圣 因此缘起必尽空 而必尽空极不爱缘其有 菩萨能不尽有违 不住无违 体悟这个才能够成佛 那这里的不尽有违 不住无违 这个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舍离 不舍离有违 不住着无违 在罗石 注解维摩经 这边有提到 这一切善 这里所说的有违 我们可以看成是一切善法 那一切有违 它算是一个生灭 不真实的法 不真实的法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透过这个道贼 了解这城中里面的种种状况 由他来破贼窟 因着他而能够破怨贼 那这个在批欲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有违功德 虽然最后还是要舍离 但是在还没有完成佛的大义之前 他还是不能够舍弃的 所以生灶他就说 有违虽畏 畏就是虚畏 有违法虽然是无常生灭 不实 这称为畏 有违虽畏 但是舍之 则大义不成 因为成佛是要福德智慧 慈悲等等 一切功德圆满 对不对 所以有违法 这些善法 虽然是无常生灭不实 但是如果舍弃他的话 成佛的大义就不成就了 而无违虽实 无违法 虽然是真实 但是注之则慧心不明 如果我们注着的话 那明慧的心就没办法陷起 慧心 智慧的心就不光明了 所以如后面所说 圣者提出的境界 不只是空无违 他对如幻的这些法 他也是要通达 因此 对于有违的善法 我们不要远离 对于无违 涅槃的境界 我们不要注着 我们看一下角柱七 维某经这一段文也蛮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来反省 我们到底具备哪些 还有作为以后努力的目标 除了观空以外 哪些是如幻缘其有 是值得我们努力加强的 角柱七 有禁无禁解脱法门 如等当学 所以 对于有违法 有违的善法应当学 对于无违法也应当学 如菩萨 大者 最后要成佛 不舍有违 也不能注着无违 那什么是不尽有违呢 就是 不离大慈 不舍大悲 要大慈大悲 不舍离 而且要生发一切至心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都不要忘失 而且 要教化众生 终不厌倦 于世色法 经常意念 随顺而行 就是不思 爱与力行同事 护持正法 不惜生命 不惜生命 重诸善根 不要有疲厌的心 另外 心里面 要常常安住于方便回向 自己的方便回向就是 回向佛道 我们不是回向于 人天善法 也不是回向于 涅槃解脱而已 我们要安住于方便回向佛道 求法不屑 说法无吝习 我们不懂的 要赶快学 学了以后 赶快教人 说法 不要吝习 努力的供养诸佛 听闻佛法 而且 固入生死 而无所畏惧 就是要在三界 度脱众生 并不是像二圣 不畏世间 记得入涅槃 那如果 有人称赞 或者光荣的事 心里 不要欢喜 如果遭受侮辱 心里不要产生忧苦 不经畏学 敬学如佛 这里不是默学 这里是畏学 学就是以学 如生造的解释 他现在虽然畏学 但是他将来可能学得不错 我们不要轻视这些人 你还没学佛 轻视他 不要这样 说不定他将来会学 学得还很好 而以学的话 我们要敬之如佛 因为他以学的话 将来会成就 如果有众生 堕在烦恼中 我们要令他引发正念 于远离乐 不以为贵 这个在生造的解释 远离乐 包括出家乐 或者离欲 修禅令乐 或者有智慧 功德 离开种种妄想 这个都是 得到的安乐 都是远离乐 但是不要贪着 不以为贵 不着己乐 自己有喜乐 安乐 不要执着 但是对于别人的安乐 这个我们要随喜 在诸禅定 如地狱下 这罗石的解释 说禅定有三种 一个是凡夫的禅定 另外是二圣的禅定 还有大圣的禅定 凡夫的禅定 他会让人家起高慢心 这个不好 而二圣的禅定 会引发独善其身 这个会败坏 无上的善根 无上道的善根 也不好 菩萨则誓 这禅定 如恶趣 如地狱下 生造说禅定虽然热 但是如果安住在那边 则大道不成 因为菩萨 他不能只是 自己独享禅定乐 他要度化众生 再来 于生死中 如圆观想 生造的解释是说 生死虽苦 但是 菩萨是 处在生死中度化众生 才能够成无上菩提的 所以菩萨 喜欢 在 生死之中 来度化众生 就好像 游观远一样 而不是 在生死中感到很苦 一直想要远离 这就是 于三界的生死 如圆观想 建来求者 为善思想 例如有人 来 来 来乞讨 不管是食物 物品 或者佛法 那 其实 虽然是他祈求他所需要的 但是 其实 我们是成就 我们的福德 智慧因缘 我们布施给他的福德 我们开示 开讨他 自己更会增长智慧 所以 对 来 祈求物品的 或者 情法的 我们都把它看成是善之事 虽然舍一切所有 但是 反而能够具足一切志 如果 看到有人 破戒 我们要 起救护心 对于 朱波罗蜜 把它看成 是父 是母 像 波尔波罗蜜 是如母 因为他能够生诸佛 对不对 他是如母 其他的五度 他是方便 如父 所以 对 朱波罗蜜 看作是父母像 他可以 生智慧 生诸佛 生种种功德 道品之法 道品就是 伯提芬法 三十七觉之等等 这是助道法 助道 都是我们好的眷属 发行善根 这个发是发心 行是修行 发善心 行善行 没有极限 不是说 我只修善大阿生极就好 菩萨其实是以 无限量的心 来修一切善法 度一切众生 以诸 禁国 元氏之士 成己佛土 就是到处观摩 佛的清净的世界 那我们也能够 创造这样的净土 让众生好好修学 行无限的布施 来具足相好 除一切恶 除一切恶 要断恶 另外还要修善 来敬身口意 虽然在生死三界 无数节 但是心里非常涌健 不退缩 听闻佛的无量功德 我们努力 想要求取 而不厌倦 以智慧剑 破烦恼贼 出阴界入 阴界入就是五阴五蕴 十八界十二入 这个在罗史的解释 是说菩萨他烦恼断尽以后 他就不会有结业生生 但是他还会以慈悲 跟悲怨习气 感得法性生生 所以虽然出了三界 没有在五阴森的戏服 但是他以法性生生 来呵护众生 就是救度众生 让众生永远解脱 另外以大精进 吹腐魔君 长求无念 时智慧行 我们本来是要有正念 正知 但是不要执着念 这是无取向的念 要有时智慧行 于世间法少欲知足 于初世间求知无厌 而不舍世间法 只要世间有利众生的事 我们不要舍离 不坏微以法 而能随俗 他能够和光同成 以方便来射受众生 其神通慧 神通还有智慧引导众生 得念 总词 念 是意念 是正念 意念 总词就是陀罗尼 有正念 有总词 那么所听闻的就不会忘记 善分别众生的根性 断众生的疑惑 以乐说变才 开眼教法 一点都没有障碍 另外在教化众生上面 如果他还没有办法得解脱因缘的话 我们就教他行清静的十善道 让他受人天福 再进一步 教他修事无量 开梵天道 这是属于社界的天 天道 如果因缘成熟的话 我们就教他解脱道 好 劝请说法 随喜赞叹 请佛说法 或者请善知识说法 随喜赞叹 得佛因生 身口意 都是非常良善 而得佛的威仪 似威仪 身修善法 所行 就不断不断的转圣 以大圣教来引导成就菩萨生 心无放逸 不施众善 就是放逸是众恶之门 是上道之根 上师菩提大道的根本 如果我们不放逸的话 这些众善就能够掌养 行这些法 那是菩萨 不尽有为 就是这些有为的善法 有为的功德 都不要舍离 那什么是不住无为呢 本来是修三解脱门 空无相 无愿 要入涅槃 这里说 我们修学空 而不以空为正 修学无相无作 而不正入 灭盘 修学无起 不以无起为正 了解 诸法 因缘聚会而有 离善则无 关于无常 但是 对于积极善根 却不厌倦 观世间苦 因为菩萨也要观 如实观世间无常苦功无我 但是 虽然观世间苦 而不厌恶生死 不是你自己苦 众生也很苦 不要自己 一个人离苦得乐 菩萨应该 渡化众生 一起处理苦海 关于无我 但是 却毁人不倦 关于极灭 但是而不永灭 不要急着入涅槃 关于远离而身心修善 这远离 当然有包含远离染污法 远离烦恼 另外远离也是性空的别名 虽然是观空 但是不施善法 神心要好好修善法 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 这是佛法是无始无终 始开始是无所从来 归是无所归去 虽然是无所归 但是我们要归向善法 关于无生而以生法 赫富一切 我们要观不生不灭 而以生法赫富一切 就是说虽然你观无生 菩萨虽然观无生 但是能处在生死当中 教导众生 修善法 来度化众生 关于无肉 而不断诸肉 这个是菩萨在还没得无生法忍之前 虽然智慧够了 可以解脱了 可以得到解脱了 但是他不急着入涅槃 是忍而不证 流祸润生 观无所行 而以行法教化众生 无所行就是虽然菩萨修行 但不要执着我在修善法 我在修菩萨法 虽然是这样的话 观无所行 可是还是以种种的 善巧方便的修行法 来教化众生 观于空无我 而不舍大悲 观正法位 而不随孝胜 若是说 观正法位是观 不生不灭 取正法 或者说正性离生 是远离生世 虽然是观正法位 但是却不随小圣 不堕入小圣 观诸法虚妄 一切法 都是生灭 不牢固 它没有主宰 无人无主 而且是无相 可是呢 在本愿未满之前 不要把福德 禅定智慧 看成是虚无的 而不修它 不要这样 在本愿还没满之前 这些禅定福德智慧 不要把它看成是虚妄不实 不修 还是要修 修这样的法 这名为菩萨 不修无为 另外 要修福德故 不修无为 修智慧故 不净有为 这是福德跟智慧 要修足的 大慈悲故 不修无为 为了满本愿 而不净有为 因为最后功德圆满 不能够舍掉有为的善法 即法要顾不住无为 而随受要顾不尽有为 对众生 我们要因病以药 而且不断地学善法 各种不同的善法 还要知道众生的病 不但知道 还要灭除众生的病 那菩萨修这些法 就是不舍有为 而不足足以无为 这些法门 是我们应当学的 好 从这里看出来 我们再回过来看本文 我们要 学不共生文的二地 中道妙观 就是 不但观必尽空 而且要同时 不爱缘其佑 对于一切有为的善法 不要舍离 对于无为的真实 也不要著作 体悟这样子 最后圆满才可以成佛 学佛者既然以佛所体悟 的境界为究竟 所以应该 以此为最高的衡量 就是要观菩萨 不共有中道的妙观 对于这样究竟 中道的二地 观 对于前二种二地 也就是 始有真空二地 患有真空二地 予以 容贯抉择 要这样才可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等等 高达 好 成本 好 重大的 也是 阿尼 同 对于 点 无 大